全球現場要帶你來看到 這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訪問到美國和美國總統拜登來會面 那當然現在美日元首是聚焦一連串的話題 也顯現美日同盟的緊密 好 怎麼樣說很緊密呢 其實從這一張自拍照就可以看得出來 畫面上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拜登和岸田就是坐在拜登的 專屬野獸座車裡頭來自拍 其實這輛車呢 它是這個號稱地表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因為除了它的板金非常厚之外 它的設計也是高度裝甲 當然就是要保護元首的安全是首要之物 另外它還有抗爆炸跟抗毒氣等等的功能 拜登這一回邀請岸田坐上他專屬的座車 也是顯現對於岸田來訪的重視 那美日元首在聯合記者會上面 也有進一步的宣布 好 現在宣布的極大重點 帶您起來整理 除了說宣布說美國日本和澳洲 即將會首次建立聯合飛彈 以及防御網絡架構之外 兩個人也表示將會加強美日同盟 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並且強調會持續跟中國大陸來對話 另外在強化這個軍事合作的部分呢 現在談到的是要強化自衛隊駐日美軍之間的合作 而在經濟安保層面也強調說 雙方的人工智慧等等的相關尖端技術 會進一步的合作 另外也會公布將重組駐日美軍指揮部的一個相關的計劃 那另外在明天的部分也非常的重要 4月11號這一天 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氏將會加入 所以呢就是美日飛三國元首峰會即將登場 當然跟菲律賓有關 他們最在意的就是現在在南海這邊的局勢 好因為在過去幾個月中非雙方在南海的衝突頻率增加 菲律賓強化跟美日之間的軍事關係 那在小馬克氏他上任之後呢 美軍跟美軍之間就達成了這樣的一個協議 可以使用菲律賓的基地數量將近增加要一倍 並且跟日本也談到的是要進行相互准入協定談判 好如果這個談判日後真的達成的話 那也就是代表著日本的自衛隊可以進入非國的領土了 好美日飛澳呢在先前也在南海附近的海域來進行軍事演訓 那當然外界也擔憂的是這個南海的局勢會不會越來越緊張呢 而現在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他也分析說 那預計未來四國在南海還會進行更多的聯合演訓 好這也代表著這四國的合作會更加的緊密 好我們持續要來看到的是拜登在當地時間10號這晚上的時候 在白宮這邊是舉行國宴 他是要歡迎到訪的岸田夫婦 岸田他在致辭的時候開了這個玩笑 讓現場的氣氛相當輕鬆 好透過畫面可以看到呢其實拜登跟岸田夫婦都是有盛裝出席的 受邀的都是白宮裡頭一些很重要的閣員們另外還有一些商界的嘉賓 像是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另外呢還有這個前總統 柯林頓夫婦跟當紅的日本雙人音樂組合有阿蘇比也到場來演唱 現場佈置的是非常有日本風味好當然這個國宴呢是被視為是外交的工具喔 也是象徵與華府的關係是非常的密切 當然是一個最高榮譽之一 好其實在美日元首峰會當中 這個雖然說雙方呢這個沒有談論到中國大陸 沒有明確的指出來但其實每一項的他們談論的議題都是跟中國大陸有關係的 因為強化的是彼此之間的合作那當然了現在呢也被外界很多專家解讀 劍指中國大陸的意味是非常的濃厚那拜登他也特別提到華府和習近平之間的關係 拜登強調和習近平最近有所對話達成的共識就是包括了雙邊必須要持續的溝通 隨時掌握對方在想什麼避免產生誤會 拜登也表示 是日前跟習近平來進行長時間的通話 並且他也引用英語的禮語杯子和嘴唇之間的緊密關係來比喻 美中之間的溝通必須要滴水不漏以免產生誤會 而同時間拜登他也宣布將與這個日本以及澳洲要聯合研發新型防空飛彈和系統 日本的太空人也會加入美國的太空任務 另外來看到的是在南海的防衛呢 現在美軍有新的部署了這是美國有限新聞網 今天也引述了美國印太司令部的說法表示大陸解放軍海軍 雙方當時的距離不到10英尺 也因此美軍最關注的就是解放軍的動態了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群球現場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並阿可